主料,粉丝100克,菠菜200克,豆腐皮80克,主料,油,盐,高汤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高汤放进锅里,把粉丝在温水里浸泡一下,把菠菜洗干净,并切断,把豆腐皮切成丝,然后把高汤烧背后,再把粉丝加进去,烧两分钟后加入豆腐皮, 再把菠菜干加进去,烧一分钟,再加入盐与菠菜叶子,烧一分钟,烹饪技巧,助,菠菜干与叶子,要分开放,叶子放太早了,容易黄,我买的是红薯粉丝,比较硬,所以要先浸泡过,如果是土豆粉丝的话,不浸泡也可以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